好,那现在我已经回到了新加坡我的宿舍里 那在这边就能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在泰国买了哪些东西 那首先是这种小包的泰奶 就是泰式奶茶 然后因为我在泰国喝了泰奶我觉得不错 然后这个就是可以直接用热水泡就可以的 然后我还没试过 就是感觉应该味道不会太差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朋友他们推荐他们在网上看的 就是泰国必买的零食 就是首先是这个花生 然后这个绿色是芥末口味 然后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它上面都是泰文 然后感觉这边画了一个火锅 然后画了一个虾子 反正味道都还不错 然后有一包原味的已经被我吃掉了 对 然后另外一个泰国必要有没有零食 就是小老板海苔 然后我也买了很多口味 这个对就每个口味各一包 然后另外有一包也已经被我吃掉了 所以我说要赶快拍这个视频 不然之后就没得拍了 另外就是我随便在商场里面随便看到 然后觉得不错的 因为泰国它有很多水果就是像山竹啊榴莲椰子 然后我就买了一些这些口味的零食 然后首先是这种这个榴莲的蛋糕 因为我看它上面写泰国最著名的榴莲蛋糕 这种中文写感觉就是给观光客来买的 对然后其实一打开里面只有四个 然后是这种小包装的一个 然后其实味道还不错啊 就是感觉四个很少 对这样一盒 然后另外是椰子口味的微花饼 对但就是就是椰子口味 然后这一盒里面是有四个这样的小包装 对里面是微花饼 山竹口味的微花饼 对我就买了很多就是很多奇怪的口味 然后它里面微花也是像刚刚那个一样 这种小包装 然后打开的话里面是 就是一个个这样小小的微花饼 对 我个人觉得这个山竹的微花饼还不错 比那个椰子的要特别一点 对然后那榴莲蛋糕也还不错 然后最后跟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最后在机场还是买了一个手工的香皂 它那边很多不同的那个味道 然后我选了一个 这应该是鸡蛋花 我查了一下 对然后因为这个味道就是比较特别一点 然后它那边有什么薄荷玫瑰之类的 我觉得那个就很常见 然后这个味道也还不错 又很特别 所以买了一个这个 对 这就是我在泰国买的一些论七八糟的东西 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好 就这样 吃饭了吃饭了 反正呢 我们就是在泰国Seven买了很多食物 因为我们一直在吃Seven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耶 可以吃 好 够 你介绍 微他奶 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 第一次尝试 我们可以使用王梅手势 没有他一直他自动对焦 好难过 我可以使用王梅手势 这个是姜汁汽水 两个口味 红色是什么口味 圆桂 然后这个是柠檬 是吗 嘿啦嘿啦 大概是这样 然后这个是三个热鸭吐司 这是泰国 每餐都吃 每餐必吃 这是什么 红咖哩 打泡猪 打泡猪 然后我买了四个泡面 这三个就是同一款 真的不同口味 等下去泡 然后这个是柠檬 另外一个泡咖哩 小老板海苔泡菜口味 耶 这是椰子的派 然后这是玉米 正在吃的玉米 真的只是玉米而已 超好吃啊 台湾的玉米也很好吃啊 他跟班长老的比 我还吃喔 很爽 粒粒饱满 粒粒扎实 然后热饰 然后还有这个抹茶的杯盖 四块钱 好 海鲜味的泡面 还有可壽 还有好酥的鸭吐司 然后 鸭吐司全部都推 对 所有鸭吐司都很棒 然后 喜欢腌症的人可以去 拿酒面包 他这种食材 然后 Coconut丢派 还有 菠萝 还有其他的口味 哦 好 然后 颜料很推吗 对啊 就15块了 对啊 这个比较 这个荆棘口味 好像比较好喝一点 这个也很推啦 这个早餐必满足的 早餐combo 热压吐司加 午餐差不多就是 热压吐司加一个便当 加一个小餐 12.5 变当不太推 太大了 大家超不舒服的 我觉得泡面 这两个也不错 我觉得泡面 普普 对不对 对啊 所以有一盆有很多 对啊 好总结我们 我们开始踩雷 没错就是这样啊 好 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